我给妈妈做了漂亮的公主裙 我给妈妈做了一本王冠 我给妈妈戴上珍珠项链 我给妈妈穿了水晶鞋 孩子们 你们把妈妈打扮得太美了 明天的最美妈妈搭赛 我们的妈妈肯定是第一名 我要给妈妈穿上一件公主裙 我不想穿公主裙 公主裙可不是我们恐龙家族的风格 那我给妈妈穿上酷酷的皮夹克 那我给妈妈戴上一封墨镜 我给妈妈穿上皮夹 太帅了 这才是妈妈喜欢的风格 明天的最美妈妈选美大赛 我们的妈妈肯定是第一名 红色好看 蓝色好看 就是红色好看 蘑菇头你敢不听我的话 我以后都不给你零花钱了 爸爸 你真霸道 听不见的小伙伴们 觉得红色好看就发送一一 觉得蓝色好看就发送二二吧 你们两个吵来吵去 都没人问过我自己喜欢什么颜色 那妈妈你到底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紫色 我要把头发也染成紫色 我姑妈太美了 明天的比赛妈妈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习惯 妈妈怎么还没来 会不会是路上堵车了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妈妈再不来 我就要取消她的参赛资格了 小花钱求求你再等一等 我妈妈肯定很快就到了 我来了 不好意思啊 让大家久等了 妈妈 你的公主裙呢 妈妈 你的王冠呢 女儿们 对不起啊 妈妈又让你们失望了 我在路上遇到点事情 把衣服送给别人了 为什么呀 趁下比赛说定了 事情是这样的 小姑娘 你怎么了 阿姨 我好冷呀 我把身上的裙子送给你穿 你还光着脚 我的水晶鞋也给你 谢谢你 阿姨 小姑娘 我觉得你有点眼熟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叶罗莉公主 我的两个女儿都很喜欢你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曼多拉女王把我从城堡里赶了出来 我还需要一顶王冠 恢复公主身份我才能回去 好的 王冠也给你 谢谢你 再见 原来是这么回事 妈妈你是为了帮助别人 就算你输掉比赛 我们还是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没错 你在我们心中就是最美的妈妈 是时候说说真相了 其实 那个叶罗莉是我编的 但妈和蘑菇妈也都在路上见过我 却都不肯帮助我 只有白妈一个人愿意帮我 这次选美大赛选的是心灵卖 只有最善良的妈妈才能获得第一名 笨波笨宝 对不起 妈妈做了不好的示范 蘑菇头 妈妈也很惭愧 我宣布 白妈是童话文国的最美妈妈 好耶 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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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